欢乐的夏天 愉快的假期 智力快车 彩虹大作战 暑期特别节目 这个假期陪着你 我们有很多好玩的主题 有西游记 大自然 废物利用和春秋战国 更有可爱的孩子 童年无忌 智力比拼 还有亲子互动 快来看看孩子们在玩什么好玩的游戏吧 你们认识上面的字吗 火眼睛睛 哪一个是火眼睛睛 橘色的 对 橘色的 红色的是什么 谁能念就来 什么 都不认识 面善心词 哪位聪明宝宝给我解释一下 这两个是什么意思 来 胡宁瞻 你先告诉我火眼睛睛什么意思 火眼睛睛就是 动物童有两个火眼睛睛能识别什么是妖怪 没错 那面善心词呢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就往后撤 这边蓝色蓝队宝宝 面善心词是什么意思 一个面 一个善子 然后心想的 一碗面 然后再拿扇子扇下 对啊 够凉了是不是 可吃了 可吃了 你说 张奇 就比较是观音菩萨那种的 观音菩萨那种的 对的 但是这道题是他们选 看看你们能不能选到面善心词 那请问三位红队的小朋友 你们选择的是哪一个题 火眼睛睛 这道题怎么玩呢 我们要有请爸爸妈妈 一起来参与 你比划 我来猜 猜对五个 就能得到一分 明白了吗 那请问你们请自己的爸爸来 还是妈妈来 每对 每个小朋友只能选择一个家长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妈妈 宝宝们 注意力在这边 看你们的爸爸妈妈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要看图片 然后你们来猜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准备第一幅图 这个是什么 这个难度细数 我跟你讲 9.8 你们三个人可以组队 这是个什么妖精 陈姨姐给你们点实行吧 咱们因为今天都是跟西游记有关 你看看这个妖精长什么样 九头鸟 有的怪 不是 有很多的什么 天使精 有点靠近了 吴 吴公 对了 吴公 爸爸你做什么 不让你说话来着 吴公精 回答正确 下一个 那个什么 哎呦 是 主力经不到了 怎么两人都打一个人呢 我还是知道 第一次 第一次打了谁 他 然后呢 第二个 才打白骨精 三个白骨精 再打白骨精 对白骨精 对了 再打白骨精 来下一个 下一个 傻辣人 傻辣人 他们在干嘛 傻辣人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什么 傻辣人 谁用这个 傻辣人 傻辣人 傻辣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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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傻辣公主 下一个 傻辣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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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难度 宝宝们这个可有难度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演 这个是什么妖精 妈妈聪明 兔子精 什么兔精 月兔 她是在月宫当中陪着糖鹅 她叫 月兔精 好 掌声送给我们的妈妈 谢谢 加上一分 同队打完了火眼金睛 剩下面善心词 就是我们蓝队的了 现在三位宝宝到我身边来 现在我们蓝队的三位小朋友 你们也需要一个爸爸妈妈来帮你们 只选一个 请叫出他们的名字 妈妈 三位漂亮妈妈 请坐在我们宝宝们刚才坐的位置上 现在你们要做的就是 你们比划 他们猜 妈妈猜对五个就能得分 听到了吗 明白了 来各位宝宝请到这边来 好 现在老孙给你们画一个圈 我可以出这个圈 表演的时候谁要出这个圈呢 对不起 一会儿妖精把你抓走我可救不了你哦 不要拿着筋箍棒 守在这里 三二一开始 怎么样 表演出来 归音菩萨 对了 对了 来 下一个 太阳老君 哎 哈哈哈哈 你还没事 等我找你 我看看谁的脚出了圈 他了 下一个 刚才那个作废了 下一个 这个是 这个人在哪儿你可以说描述 这一位 真似的 无来佛祖 错 错 比他的地位小一点 玉皇大帝 对 太厉害了 这个神仙什么 你形容一下他脑袋上有什么 什么来着 有一个 二郎神 对了 对了 妈妈你太神了 有一个二郎神 对了 这位描述 跟观音菩萨差不多的 跟观音菩萨差不多的 如果这八戒 每次都想跟他在一起 对 马鹅 对 老天下 下一个 跟太上老天下差不多的 对 太乙真人 前面也是 前面也是 太白 太白金星 对 但是他们说出了这两个字 太白 那对不起 这个不能算哦 这个 是不是很简单 这手下有很多的 佛祖 手下有很多的佛祖 如来佛祖 对 刚才说手下有很多佛祖 出现了佛子 那也不能算呢 土里面的神 土里面的神 土地公公 有祖了 有祖了 对 这出过了 没了 宝宝们 现在情况是这样 陈姨姐姐给你们汇报一下 刚才呢 你们虽然做得特别棒 但是你们中间呢 出现了一点小错误 就是我说了不能出现上面的字 但是你们出现了佛什么土 这些呢就不能算了 所以说你们只答对了四个 那这一分我们就暂时不能加给你们了 好吗 好吧 好那你们谢谢你们棒棒的妈妈好不好 谢谢妈妈 你们会扔垃圾吗 我想问问 会啊 那谁给我讲讲垃圾怎么分类呀 有四个 有四个 哪四个 口水有垃圾 其他垃圾 有害垃圾 除水垃圾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道题怎么考你们呢 我一会儿呢有三个垃圾桶 你们一人一个 然后把属于自己的垃圾放在自己的框里 我这里呢有 有多垃圾 除鱼垃圾 可回收垃圾 三种 一人一个好不好 姜儿你要 我要有害垃圾 你要有害垃圾 姜儿你要什么 除鱼垃圾 除鱼垃圾 多多 可回收 可回收 好嘞 来我们上道具 先给大家看看你们都是什么 红色的是 有害垃圾 蓝色的是 可回收垃圾 绿色的是 除鱼垃圾 对 陈姨姐姐要来倒垃圾了啊 哎呀 我们家的垃圾真的是太多了 哎呀 我怎么有这么多的垃圾啊 都没有倒垃圾 哎呀 谁能帮我把这个垃圾扔到自己的垃圾箱里 属于它的是什么呢 一会儿呢 你们自己把属于自己的垃圾拿到手里 这个队只要选队五样就可以得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请选择属于你们自己的垃圾 我的是这个 我的这个 还有这个 电池 电池是我的 好 第一次看到垃圾还带抢的 树叶是谁的 土树垃圾的 行人这是你的吗 我有一 二 三 四 我还有四个 我还有四个 有没有人要这个垃圾 我要 我要 我要一个 我要 好像我们是谁拿的垃圾多是吗 并不是 你得选对了 这个树叶是什么垃圾你们想想 厨树垃圾 厨树垃圾 厨树垃圾应该属于谁呀 绿色的 那谁应该拿着 好 来 各位垃圾桶 归位 现在介绍一下你手中的垃圾是 灯泡 电池 这个是 洗纹剂 好 它们属于什么垃圾 有害垃圾 好 蓝色垃圾桶 你捡到的垃圾是 破报纸 破报纸 奶瓶 那是奶瓶吗 瓶色 玻璃瓶是不是 好 它们属于什么垃圾 可回收 可回收 介绍一下你的垃圾 你拿到的是 香蕉皮 还有呢 橘子皮 树叶子 塑料袋属于什么 其他 那个衣服呢 可回收 可回收 好 应该给蓝色是吗 其他的对吗 对了 它们拿对了吗 对了 好 我们数一数它们 手上正确的有几个 一 二 三 四 五 六个 七个 八个 我刚才说 拿对几个就能得分 五个 五个 没错 所以说你们获胜了 豆苗 现在你拿的是一个空的锅 对吗 对 好 一会儿呢 你需要把这个锅里装满了 因为这个锅是一个 里面可以装很多很多东西的锅 那你需要一个对手 你在红队里面选一个小朋友 爸爸 爸爸 我来帮你 你快 好 来 嘟嘟 嘟 嘟 这个上面桌子上有什么 告诉我 就两个瓶子 还有呢 盘子 这个茶壶 还有茶壶 对 米饭勺子 听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 在规定时间当中 谁的餐具能放到这个锅里的多 最后这个盖能盖上 谁就获胜 三 二 一 开始 想一想怎么放 豆苗 豆苗喜欢干活 还一边唱着歌 特别快乐的在干活 宝宝那个盖子最后要盖上哟 你看看你的盖子能盖上吗 最后 对 我们这边嘟嘟呢 是有条不紊的在进行 两边完全用了不同的方法 你那个盖能盖上吗 能啊 能啊 你放吧 好了 好了 你就结束了 我说要那盖要盖上 盖上了 好 它的停了 你还要继续吗 哎呀 我都倒了好了 好 放得进去吗 看看哪出了问题 快调整一下 时间就要到了 豆苗你那锅里还需要再加东西吗 不需要了 不需要了 好 我们等嘟嘟一下啊 来抓你时间 你打吧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要盖盖子 三 二 一 一 好 时间到 多多 你刚才听陈姨姐姐说规则了吗 全都装在里头 要把盖子给盖上 能盖上盖子 那咱们这些能盖上盖子吗 不能 那你得取掉一些是不是 那请你把它拿下来 好 下面的可以算 现在你可以把盖子盖上了 试试 好 我们来看看 检查一下谁锅里的东西多啊 一个 两个 两个 十三个 加上那个锅盖 十四个 对吗 最终我们这边是 十四个 好 来我们看看 这是多的 一个 八个 八个 一共是几个 八个 所以获胜的是 蓝队 恭喜你们 加上一分 蓝队 我们现场来操作一下 我们看看这个餐具怎么放 第一个 放这个 好 然后 把这个塑料盘可以放进去 这个等一下再放 然后呢 我们再放一个中型的锅 好 把这个盘放到这个里头 诶 一个套一个 好 现在还有一个小锅 好 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收在这个小壶里 诶 那个铲子呢 小锅铲子 诶 在这 好 全给它塞进去以后 诶 放上 盖盖 然后一个一个盖 好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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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成功吗 请在我的描述中 来抢答 我会一个一个条件说 然后你听到觉得 你差不多知道了 你就可以去摁了 仔细听 它 一般生活在 热带非洲 亚洲的草原和森林中 要摁了 要不然别人 哈 好 来 你们抢到了 是什么 长颈鹿 非洲狮 还有 非洲象 只能选一种动物 长颈鹿 非洲狮 长颈鹿 长颈鹿 非洲狮 长颈鹿 你们三个人商量一下 非洲狮 长颈鹿 非洲狮 非洲狮 还是 非洲象 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动物 对不对 对 但是你们得统一一个 非洲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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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改了 非洲象 非洲象 哎呀 非洲象 好 咱们不着急 听一听他们的答案 是不是正确的 它 一般是以草和树叶为食 长颈鹿吃什么 也吃树叶是吧 非洲象吃树叶吗 吃 吃 也吃 来我们继续 还有 它是现存最大的 鹿生哺乳动物 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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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一个提示 你们没有机会了 因为他们已经抢了 大象 它有 长长的 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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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象 大象 还有什么 大大的耳朵 哎 大的耳朵 它的皮肤是什么样的 它皮肤是灰色还抹成一层泥巴 厚 它的皮肤厚不厚 厚 但是它上蚊子丁 然后就抹成一个泥巴 没错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大象 所以我们蓝队回答的是正确的 哭疼老树昏鸭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寿马 夕阳西夏 断肠人 在天涯 这是原曲作家 马志远创作的一首小令 他抒发了一个 飘零天涯的游子 在秋天 思念故乡 倦于漂泊的 淡淡的忧伤之情 我先带着大家 来学习一下这首原曲 枯藤老树 坤鸭 这句话的意思是 枯藤缠绕着老树 树枝上 栖息着傍晚时 龟巢的乌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寿马 它的意思是 小桥之下 流水缠缠 有着几户人家 在古老荒凉的道路上 一匹疲惫的寿马 驮着游子前行 夕阳西夏 断肠人 在天涯 是说 夕阳失去了它的光辉 从西边落下 在七寒的夜晚里 只有孤独的旅人 独自漂泊在 遥远的地方 听了我的分析 大家是不是更能体会作者那种思乡之情了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首圆曲中的动物 有请我的小伙伴 这个圆曲猪出现了两只动物 一个是乌鸦 一个是乌鸦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乌鸦 乌鸦的羽毛 大多数都是黑色的 或黑白色的 乌鸦喜欢全居 全居就是 很多乌鸦住在一起 乌鸦喜欢吃鱼 姜果 喷橙和腐肉 别的鸟的蛋 乌鸦喜欢发发大招 要圈又抽又斯牙 能一时间长得夜烦和不安 关于乌鸦的叫声有个故事 请我的朋友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森林里有一棵好大好大的树 树上住着乌鸦 树下有个洞 洞里住着一只狐狸 明天 乌鸦嘴里掉了一块肉 站在树上休息 被狐狸看见了 狐狸垂涎欲滴 很想从乌鸦嘴里得到这块肉 由于乌鸦在树枝上 嘴里掉出肉 狐狸没办法在树下得到 对肉的垂涎仨齿 使狐狸不肯轻易地放弃 它眼中一转说 亲爱的乌鸦你好吗 哎呀 狐狸只好陪着笑脸又说 亲爱的乌鸦你的孩子好吗 乌鸦看了看狐狸 还是没有回答 狐狸摇摇尾巴 第三次说话了 你的羽毛真漂亮 你的歌声谁都爱听 你就唱几句吧 乌鸦听了 得意地唱了起来 还说 啊 啊 我的嗓子不好 爱听我唱歌的只有你 狐狸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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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水瓶 感高兴地飞了过去 稳稳地停在水瓶口 准备痛快地喝水了 可是水瓶里的水太小了 瓶口又小 瓶颈又长 乌鸦的嘴不论如何也够不少水 这可怎么办呢 瞧瞧的乌鸦 忽然看见旁边的一些小狮子 他高兴了起来 他 哇哇 大叫声 乌鸦想出了办法 他叼来了更多狮子 把狮子一块一块地搁到水瓶里 随着狮子的众多 看 水瓶里的水也一点一点地慢慢向上升 终于 水瓶里的水快升到瓶口了 乌鸦也喝到水了 他在在水瓶口 喝止甘甜的可口的水 心里是那么痛快 舒畅 乌鸦喝水告诫人们 遇到困难的时候 要善于思考 动脑筋 再困难的事情 也会迎刃而解 有研究表明 乌鸦确实是一种非常聪明的鸟类 据说 有一项英国建桥大学动物行为 与实验心理学系 两位研究人员 共同完成的调查中发现 乌鸦的感知能力 可以与灵长类动物相媲美 与黑猩猩 大猩猩相比 它们的智力也毫不羞涩 也许因为乌黑的毛色 也许因为嘶哑的叫声 见到乌鸦 有些人会认为 预示着不好的事情会发生 其实那只是一种 没有依据的流言 在唐代以前 乌鸦不但没有预示胸罩 反而在中国民俗文化中 受极限和预言作用的神鸟 更有乌鸦暴戏 持有中兴的历史传说 此外 乌鸦反骨 高颜贵辱 是儒家以赞戒的动物形象 来叫唤人们 笑和礼的一问说法 因此乌鸦的笑容行笑 更是有几千年来 一脉相传的 唐朝诗人白薰义 有一首词乌液题 讲的就是 失去母亲的乌鸦 一直在嘻哭 仿佛在哀疏着 自己未能及时尽到 反补我笑扬之心 作者白薰义 借此表达了自己的愧恨和哀伤 词乌诗其母 鸦鸦土哀音 昼夜不飞去 经年首顾临 夜夜夜半题 闻者未沾金 声中如告诉 未尽反补心 白鸟岂无母 耳独哀怨深 应是母词重 时尔悲不认 昔有无奇者 母沫桑不怜 皆在司徒辈 其心不如情 好了 关于乌鸦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既然你们是真正的小讲解员 今天我就来现场考考你们 好不好 好 请你来带领我认识一下 这个邯郸博物馆好吗 那我就来讲一下这个 我们博物馆的第一展厅 瓷山文化 瓷山文化 是我国新石器时代 中早期阶段的考古文化遗存 距今有八千年 因在武安瓷山发现而得名 我们在瓷山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的器物 有瓷器 陶器 骨器 吹器 植物标本和动物化石等 其中碳化骨子 碳化胡桃 请您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 好的 对不起 你看这好东西太多了 我这就是什么都想看看 刚才您讲到哪了 我们在瓷山遗址中发掘了很多的器物 有瓷器 陶器 骨器 吹器 这个瓷皮好 我看看 请您不要右手触摸 触摸以后那个玻璃窗上会留下您的手印 会很难清打扫 但它多擦几下不就行了吗 您这样不仅会给清洁工带来一些工作上的不便 还会体现您的自身修养不够 对对对 你看 让人家多擦几边也不好 是不是 好 那行 我不碰了 我觉得掌声送给我们的王海璐特别棒 这关的抢答是这样 在我描述题目的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去按 如果你知道正确答的 但是你回答错误了 对不起 我要扣分 现在请大家来仔细用眼镜观察 来 丑丑上次 好 来 我还没出题 你告诉我我要出什么题 如果你猜对了 你回答正确 那我给你加分 但是如果你没有答出来 我问什么 你就要扣分 请问我给出的这三个 你都认识是什么吗 这些成语都是赵国的成语 那我要考你的是什么 猜中了我给你分 猜不中对不起我要扣分 我们现在又变成抢题目了 好 别着急 他们先抢了 说出来没有 好 你大胆的猜一下 说出来跟这些成语有关的人物 还有故事 丑丑 来 回答正确 丑丑 我就是要出这道题 既然你知道这个题目 问什么 那你能告诉我正确答案吗 纸上谈兵是关于赵阔的 满臂归照是关于连坡炼向儒的 立木赏金是关于 好像是关于商鞅的 丑丑 怎么样 博学多识吧 回答正确吗 回答正确 来 给他们加上分数 接下来这道题 战国一词的由来 跟以下哪个人物有关 班固 司马迁 刘相 好 晃起来 你们抢到了 你能把题目再说一遍吗 不能 因为你已经抢到了这道题 就还没人 我们选A A是什么 司马迁 什么 我第一个说的人是班固 班固 司马迁 刘相 选班固 选班固 问啥呀 问题是什么呀 你问我呀 赵国 好 来 镜头捣一下 看看陈姨姐姐到底说了什么 战国一词的由来跟以下哪个人物有关 班固 司马迁 刘相 司马迁吧 币 战国错 战国错 确定吗 司马迁 战国错 真的不是司马迁写的 来 三位 三 二 司马迁 币 司马迁 来 回答 证据 臭 臭 我说了不是弊 你看 提我又重新给他们念了 对不对 这赖我吗 不赖 不赖我 赶紧先把自己推过去 咱们分析一下 班固 班固 他没写 班固没有写 司马迁 没有 他写的是史记 刘相 你应该是刘相 我们没听过吗 那个选用 我都说了不是弊 不是弊 他俩一直喊屁 然后就给我 就给你摁下了 是不是 那对不起 回答错误 来 扣掉一分 没事 我们可以称胜主义纪 好 我们可以称败 好 战国策呢 是刘相写的 所以把这个时期 就叫做战国时期 战国一词 就是由他来的 这里有一致竞赛的比拼 哇 漂亮 有一边是加号 一边是简号 你们应该怎么来对应呢 同真同趣的精彩 我们不见不散 那你们觉得养一个宝宝累不累 一点都不累 要发宝宝才不累 什么是亲哥哥 亲哥哥就是很爱我的一个人 最让人期待的亲子关系 通知灵 通知灵 黑门 赖赖 找对了 相约这里快车 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